在上一輯我就跟大家分享過溝通的六大元素 那是不是我們知道這六大元素呢? 那我們就會溝通得好呢? 那又未必過 這個很視乎你是否掌握得到這六大元素 以及如何去運用這六大元素 那今天我準備就跟大家繼續探討一下 這六大元素以及如何好好地掌握 或者是利用這六大元素 不過如果純粹就這樣空談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這些都是紫神騰兵而已 所以我就會基於在職場和家庭方面 去探討一下如何利用這六大元素 去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 六大元素裡面第一樣是什麼呢? 沒錯,就是Sender 就是發放信息的人 如果我們是一個發放信息的人 我們先要認清自己的答應 為什麼呢? 例如我準備了一些訊息 我準備了一些訊息 想發放出去 在公司上 和一些同事說我們總公司有一些新的政策 但是呢,原來我是一個比較急躁的人 或者我是一個目口目念的人 或者我平時呢,對一些同事都很hush的 那如果有些新的政策 尤其是那些政策呢 是對於員工的福利呢 會受到影響的 例如舉例,減薪 如果我自己是一個平時很hush的人 我要跟同事說減薪 你猜效果會怎樣呢? 一定有很大的反彈 很大的迴響 那就達致不到總公司在減同事人工之餘 也都令同事能夠繼續死心塌地地為公司服務 那怎樣呢? 其實都有幾種方法可以解決的 例如不要直接跟他們說 就找你的秘書 或者找一個部門的主管 你覺得他是能言善辯的 或者他是只有民心的 那你就直接跟部門主管講解一下 現在總公司遇到的一些難處 是需要每一位員工呢 都要減少少人工共度時間 那當然呢 你一定是要跟你那些部門主管 是要講得很清楚 讓他知道你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那些同事在減薪之餘 仍然都是死心塌地為公司服務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辦法 那如果你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一個sender 那當然不需要找其他的部門主管去做 可能你直接召開一個全公司的員工大會 是直接跟他們說 動之議程 那可能也都是達至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第二點呢 要留意的就是 你這次要發放那個訊息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目的呢 是真的希望那些同事減薪之餘 也都寫心塌地為公司服務的 那你就真的要想清楚 在過往你跟那些員工的關係是怎樣 又或者那些員工他對公司是怎樣 那你就基於這些情況呢 就去寫定一篇的演詞 又或者去寫定一篇email去發放給員工 一定要認清楚你這次要跟同事溝通的目的是什麼 千萬不要就是你原本的目的和你最最後大致的後果是互相違背的 總公司是希望減同薪薪之餘 也都希望那些同事不要流失 但是因為你的目的不明確 很多時候你可能會令到你的員工不以為公司不行 要炒人 那可能那些同事呢 不要了 趁著未炒日之餘去穩定後路 那在他穩定後路的期間呢 他還會不會很專心地為公司服務呢 當然 那所以呢 用很明確清楚你這次要發放的訊息 那個目的是什麼 你一定要朝著這個目的去做才行 第三點就是你要認清楚被溝通的對象 就是說你跟對方傳達訊息 傳達訊息 接收你訊息的那個人 他們的性格是怎樣 他們的特質是怎樣 譬如可能你的同事呢 平時呢 公司說什麼就什麼了 那很可能呢 你不用做很多功夫 但是如果呢 你同事全部呢 都是呢 是很敏感的 只要你說少少呢 都要捉到他們的神經的時候呢 那你就要更加要好小心 當你發放訊息的時候 每一點呢 都要小心 不要讓他們有所不悔 又或者 原來他們很熱愛公司的 那你更加可以呢 是個重點就在這個 公司和同事之間的感情那裡落謀 那就會令到呢 就算你減他們的工資 他都會覺得呢 其實因為現在公司 面對著困難 所以呢 他們不介意你減他們的工資 還會是四十塔地這樣 希望呢 是為公司呢 在裡面是賺到錢 也都要令到 你的同事有個信心就是 當公司的業績好轉的時候 會加回他們的工資 所以呢 所以呢身為一個sender 發放消息的人 或者跟下屬溝通的人呢 一定要很清楚 要了解和明白 被溝通的對象 他們本身的心態是怎樣 所以我們中文呢 以前古文有一句 一篇文章叫做碎難 他說凡碎之難 非吾之之 有意碎之之難也 在於所碎之心 就是說 其實我們要去跟人溝通 去游說他人 最重要的不是說些什麼 你是要認清楚 被你游說的人 他們的心態是怎樣 他們的心是會想些什麼 至於第四點呢 就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緒 因為說到溝通是互動的 是相互交流的 很多時候呢 很可能對方給你的反應 會令到你很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是能夠控制好自己的情緒的話呢 那就不會令到那個溝通呢 會有惡化 或者變得越來越來越互相背道而馳 譬如舉一個例子來講 譬如你和你的先生 或者和你的太太 是在那裡探討著 或者是商量著 教養子女的一些問題 很多時候呢 可能 那個太太就說呢 對子女的管家一定要很嚴厲的 不讓他看電視 不讓他吃雪糕 或者不讓他去街玩 但是可能做先生一腳就說 不是哦 小朋友應該是愉快學習哦 可能彼此之間 聊聊聊之間呢 大家會有鬧結 可能呢 會有一點點的激烈的意見的分歧 爭吵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脾氣比較暴躁的人 或者是性急的人 如果你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緒呢 很可能你就會和你太太呢 聊聊一下就變成了吵架 一吵架呢 就沒話說 割走極端 那這個是什麼良好的溝通 當然不是啦 所以記住呢 在溝通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好好地掌握自己的情緒 至於第五點呢 就是隨機應變了 講到溝通 有來有往的 那很多時候呢 發展就不像你預期那麼順利 那當遇到呢 有一些難題的時候呢 你真的要呢 是要隨機應變 很可能呢 你覺得這個時候 不是一個最適當的時候呢 去有一個結論的時候 那不妨呢 就可以停一停 那可以呢 跟對方說一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再約另一個時間 大家再去探討這個議題吧 那譬如舉例呢 說回就是在這個商業上 怎麼計算呢 譬如你上去一間公司 想去營銷你一些產品的 那你發覺原來大家在溝通期間呢 你對於對方呢 都不太認識他們公司那個架構 又或者對方呢 他呢 都不是對你公司的產品很有信心 那如果你強硬要他 say yes or no的話呢 那可能的效果就是 他會say no 多過say yes 又或者你對對方來講 都不是認清得太清楚的 而在那時候一定要作一個判斷 是要跟他簽合約 跟他做生意的話 可能對於你公司來講 都一個很大的危機來的 那可以呢 即時就是 跟我們所說的隨機應變 跟對方說一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可以呢 再約一個適當的時候 大家探討一下 再談一下合作的細節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所說的隨機應變 那當然啦 最後一點呢 第六點呢 就是講溝通技巧 那溝通技巧呢 是可以學的 譬如在職場上溝通技巧呢 我們可以呢 是上一些課程 又或者如果是講在 夫妻之間的溝通 或者是父母和子女的溝通 其實很多NGO呢 都搞了很多一些的課程 或者是學習方 甚至乎家長教師會呢 同樣都有這些這樣的工作方 是給家長的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如果要建立一個良好的溝通 在發放信息者來說 我們呢 一定呢 是要留意這六大因素 那我們才可以呢 成為一個好的 這個消息的發放者 如果我們要溝通得好 在發放信息者 這一方面來看 一個sender來看 我們一定要呢 要留意這六個因素 如果呢 我們事前做好準備功夫 也都呢 能夠因應這六個因素呢 我們做好自己 那麼呢 在溝通的方面來講呢 那我們已經是踏出成功的一大步 那麼當然呢 我們也要考慮到接收者 那麼接收者有些什麼 我們是需要考慮的呢 那麼我會留在下一輯呢 是跟大家分享的